大家好,今天给大家讲解一款娱乐城的大建教程 这款游戏由我们144圆码独家发放 然后这款游戏就是我们这款程序娱乐城 它有支持PC端以及手机端 有后台以及代理 还不错的一款全能 就是说所有游戏都有 好,这款游戏需要一些接口这些的 好,会话不多说 我们来讲解一下这款游戏的大建前期准备 前期准备的话需要准备一个200864位中那个系统 windows的 然后相关工具以及防火墙 好,事先准备三个域名 然后宝塔的一些环境 好,我们首先登陆到服务器里面去 嗯,大概有点慢 看我成零基础开始搭建吧 嗯,这是我们的一个144圆码视频教程网 这里有很多信关于很多游戏的一些搭建教程 后期会发一些各种各样的网站啊 或者一种一些教程 好,我们服务器登陆进去的时候 呃,这里说一下 事先如果你的服务器它是有D盘或者C盘 有D盘的人 好,要注意 如果我们这里,我今天搭建的话是用的C盘 它就是说我没有用到D盘 就是我们这个服务器它没有D盘 好 搭建 然后这是我们整套程序的一个程序 加数据库加工具包 嗯 这都是我们这个要用到的一些工具 和我们要用到的 工具 以及我们的程序以及数据库 好,第一步 我们首先需要把这个解压出来 这里是个解压工具 这个是个呃,编译工具 就是反编译的呃,就是编译的一个工具 好,我们用解压这个宝塔的一个安装包 然后我们点击双击它进行个运行 好,我们点击服势 点击确定 好,点击确定的话 这里有个路径 如果你这里要注意 如果你要按到D盘 那你就选择D盘 后面你的呃,一些呃,配置的话 就用按到你D盘的位置来用 如果你是C盘 就默认C盘 我们直接点击确认 这是装到C盘的路径 教程呢也这个很简单 不过呢 就是时间可能要点是长一点 因为这个程序上传比较慢 服务器的配置这块也比较慢 大家自己看仔细就行 好,在安装那个的时候 我们这个编译工具也双击安装一下就行了 这个是打开那个编译的 好,我们的宝塔要变工也把编译好了 嗯 好,这样是一个宝塔的一个面板 面板的话,我们要进行一个安装 因为它这个目前是一个面板 我们要安装网页版的 首先我们点环境 点环境,首先在这个第一个选择 呃 阿帕奇2.4 点击安装 这里环境我们事先呢 我们就用这个文本也给你们留了 宝塔的一个环境 阿帕奇的以及数据库5.6的 以及呃 PHP7.1的这都给大家留了 好,那我们继续 按好个后,我们选择 PHP7.1 第一个安装的时候是只能按一个 如果你在这里也可以选 这里也可以再选择数据库同时安装 然后再选择击 好,安装好的话 这个是设置那个数据库的密码 你可以修改 你可以直接去点插掉 默认暂时也行 后面我们再改也可以 好 这样我们按好了 按好过后我们把这个插掉 插掉过后重新打开 然后该启动的都启动一下 好 在这里首页点这里 把这四个启动起来 然后我们点击w控制面板 它暂时不发连接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小尖头 然后把这里初始化的密码修改一下 在这里输入一个密码 我这里就输入它两个一样吧 或者你随机或者你随便输 然后我们修个一样 我们确定 然后再打开这个 好 这里有时候打不开 打不开 我们再插掉一下 再试一下 w0面板 好 这样打开了 它就带一个面板出来 如果你实在打不开 你也可以直接点你们的浏览器 选择浏览器 然后输入这个服务器的 1211.231.200.179 然后在后面加个3个8端口 它也能登场打开 还打不开 是3个8还是4个8 你看4个8的 反正应该是可以打开的 我们直接这样打开吧 好 打开过后 刚刚我们修改的粗属化密码 我们在这里进行登录一下 好 登录进来 登录进来过后 我们直接在这里 我们选择这里个网站 首先我们也可以点击这个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环境 基本上有没有装好 好 发现都装好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设置 看一下 如果有的点开进来过后 有进入函数 我们都要进行一个进入 要一个进行一个拴除 目前这个上面 它是没有进入函数的 所以说就不用管它 如果有进入函数 你把所有拴除都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点击网站 在这里新加网站 好 这里的话 你要事先准备三个域名 分别是前台 后台代理以及后台 后台前台是双的 手机般访问域名的话 反正把这三个域名 进行访问 复制到这里来 然后我们点击 进行一个创建 我们点击这个访问到它这个目目录文件目录 然后把这三个进行一个创除 好 创除好歌后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上传 上传我们的一程序 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目录当中来看一下 我可以我们直接把这个程序这样子看能不能简单化 就直接复制一下 放到这里来 然后进行一个解 这个目录也是代表的是这个目录 因为这程序比较大 有点慢 也可以直接点击上传到这里 然后进行一个解压出来 也也反正有点慢 行我就直接先这样试一下 这样的话要快一点 在解压过程中呢 我们也可以操作其他一步 就是找到我们在这个计算机右键 然后属性 属性 然后找到这里一个系统 高级系统设置 点击环境 环境 然后我们往下拉 找到这个名字 然后我们点击编译 往后面走 走到这里 看啊 这里有这个位置 没有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位置当中 打一个 这个一个符号 把这个符号复制一下 这个是个符号 然后我这里再再再讲解一下 然后在这个 我们得去我们的计算机 找到我们的安装到宝塔的PHP版本 然后我们这是我们的一个宝塔 这是找到它的一个路径 这是我们安装的7.1 把这个路径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一下 就是这样子前面 然后在后面再打一个 再打个这个符号 然后这样子 然后我们把它复制一下 如果你是低盘 你就把这里啊 复制你低盘的这个路径 好 然后我们把它 保存到这个后面 就粘贴到这里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点击确定 好 好 这个是添加它的一个变量 然后这里还在解压 好 如果看如何 呃 看是否添加成功 我们可以在这个窗口输入SAMD 然后在这上面输入PHP 回车 出来这个状况 就是代表是添加成功了 所以说你就不用管 然后我们把这个插掉 嗯 差点 好 我们刚刚这里也进行一个 这个 解压 我们也把这里进行一个 全部解压出来了 然后这个圆板呢 我们可以暂时性的可以删除 好 这样解压出来过后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网站 点 选择这个模板上的一个网站 点击同步网站 我们同步一下 它正在处理 有点卡 所以说稍等它一下夹就好了 好 好 同步网站 同步成功 然后我们点击 我们在宝塔这里 我们刷新一下 好 这里这里也有了 好 有了过后 我们要点击网站 点击设置 点击网站目录 选择 目录 选择到它这个目录当中 然后我们点击选择 然后点击保存 好 这样就可以了 设置它的一个前台的目录 把它设置到这里目录就行了 然后我们关掉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可以了过后 我们要进行添加数据库 添加数据库呢 我们首先 在数据库这里 看一下这个数据库的一个密码 好 这个密码 我们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 然后 找到这个我们的网站 这个网站目录的这个点 这个这个名字 我先 我先不只知道这个名字吧 我先不只知道这个名字吧 需要修改的数据库密码 这以及数据库的一个账号 数据库名以及数据库密码 数据这个是数据库数据库名 这是数据库的账号 这是数据库的密码 这里我们可以其实我自己改一个吗 改一个我就改成要是是 圆满 这个不能带点他的符号的一些 然后我用这个斜个进来做 下斜钢来做就行 然后密数据库的密码 我们看一下我们刚刚这里的密码 这个密码你可以自己设置什么都可以 好这样设好过后 然后在这个位置输入你输入你的网站后台 的域名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这里不是有三个域名吗 把这个后台的域名 把它保存到这里来你的前台域名 你的代理域名 好这样修改好过后点击保存 好这样保存好了过后 我们返回找到我们的工具包 环境工具包把这个进行一个解压出来 这是一个数据库的一个连接东西 呃以连接的一个工具 然后我们点击 连接 在这里的时候啊 这个只是我们一个连接名称 这里不用改 不认这里是 账号以及密码 这个密码是什么呢 就我们这里 保塔的一个 连接数据库的一个密码 好我们把这个密码保存到这里点击确定 好我们点击连接 连接进来过后 我们 又记以下 有一个新建数据库 新建数据库 在这里有一个数据库名 数据库名这里我们打我们刚刚自己 改的一个数据库名 下几个 点 好 这样输入就是我们刚刚改那里的一个数据名 然后输入好 我们点击确认 确认好 我们在这里进行一个双击 然后再点一下这个表 表点了个后 右击右击有一个运行 运行这个sql的一个文件 我们运行一下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 这个数据库 这个数据库进行一个开始上传 然后这个 点击开始传上传 好 这样子 它就代表上传成功了 上传成功过后 在这里按一下F5 好 这里就出来了 这些都是它的一个数据库表 这就是一个表好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数据库就可以插掉 好 这样子就可以了 嗯 然后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得 然后把这个 点击网站点击一下这个环境 我们可以重启一下 把这个 啊 Apache重启一下 以及我们的数据库重启一下 好 从下我们再擦掉 再打开 好 好 我们在我们这个宝塔当中 我们选择 选择这个前台移民访问一下 这样子它就能正常访问了 这都是我们的一个前台移民好 访问了 访问了 我们插掉 首先我们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外网去访问 我这域名它是 外网可以访问的 所以说 可以在外网来进行一个访问 这是我们的一个网站 然后点进来过后 我们比如说点这些游戏 找不到什么网 他这暂时还找不到什么东西 因为这个还没有对接 好 我们登录我们的后台移民 好 这是一个后台 这些名字大家都可以自己去改 这只是一个演示站 然后我们的 后台后台 然后 账号 的 我就在这边打吧 后台 账号 后台 账号 密码 后台的账号是一个邮箱 密码是123456 输入验证码 点击登录 好后台就这样登进来了 他当场提示了一个什么余额参数不足联系客户 这个我们点一下确认 然后就需要登录我们这个 NG的一个官方 接口 我们首先这个是需要用接口的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账号密码可以联系我进行免费开通 然后这个接口的话 要想正常使用的话还是要需要充值 充值还比较贵 最低 最低是一万起 上来上来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登录成功 这个我暂时跳过 好 登录过后 我们点击我们的这个有一个商户管理 在你们那个可能是会员的一个管理 我这个是个带领 所以说到时候你们的都差不多 选择到这个目录 然后如果是正常情况下 先添加一个白名单 在这里添加白名单的话 就把你的这个服务器的这个IP进行 添加到这里 进行添加过后 这里就一个白名单的一个记录 好 这里首先是添加添加好 然后我们选择我们这里有一个查看自己的一个API 口温那个KOY 然后我们找到 然后复制这个 在我们的这个后台这个后台有一个接口管理 在这里选择打点击 然后把我们的这个接口进行一个复制 复制到这里 然后我们选择添加 好 这样就添加成功了 添加成功够后 好 这个就可以插掉了 好 这个账号没有的话 可以联系我进行一个开通 免费进行开通 也可以 我们也支持免费搭建 免费搭建的话是需要手冲一万块钱 买这个官方N机的官方接口的分的 这个分的话大概是一万块钱十万分 左右 然后自己去进行那个啥 好 然后我们那边启动成功了 然后我们找到我们的计算 找到我们的软件这个工具环境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NG下注记录采集器 这个采集器我们首先要打开这个进行一个编译 这个它是一个本地的一个IP 这个的话你也简单 这个直接把它换成我们的 这个一局一名也行 把它一名换掉 换成我们的域名 换了过后点击保存 保住过后我们点开这个记录器 好 就这样 然后 刷新 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基本上好了 然后我们再去访问一下我们的前台 这个演示站刷新一下 刚刚 我们选择手艺 刚刚那些游戏不是说不能玩的 我们先点进去看一下 好 游戏都能正常打开了 刚刚是打开播出 现在是能打开 然后我们点击一个是玩 就可以开始玩了 这个我也玩不懂 哦 比如说体育 我们 这个不能吃玩了 我们也没办法 进行要需要 有的是 这个要进行一个登录 登录的话 这里有 立即登录 或者忘记登录 我们也可以直接 去注册一个账号密码来试一下 在这里点击立即注册 在这里嘛 我就随便注册一个 随便打个吧 好 这样就注册进来了 这里有一些相应的一些工具 这是我录啊 这里自己点击全部刷新 然后我们现在再去看一下 刚刚那个视频直播这些 看他有事完 我们点进去看一下 欢迎光临百家乐游戏 您坐在八号位 他正在进行一个加载 中八点 选一点 中营 好 这些都是能正常进行一个玩 都能进行一个 进行一个玩的 不过需要去进行一个买分 这个要进行买分 好 他这个是双用的 我们点一下 这个我们刷新一下这里 我们用手机来访问一下 好 这都是我们的手机版的样子 手机版的话也是这样子的 所以说我们以 也可以 比如说我们再点一下 按下IG 用手机打开肯定要好一点 这个只是我网页进行一个刷 那个 然后你这个也可以进行一个风暴 风暴成APP的 排卡 他正在一些加载 进来过后我们点击进去看一下 也是非常的一个小嘛 啊好 我们这里呢 我们也来访问一下我们的代理地址 这是我们的一个代理地址 代理地址呢 我们就在这里进行一个访问 访问的话 他要一个代理账号密码 这个的话 要在我们这个这里有一个代理管理后台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搜索 或者是代理管理 好在这个位置有个添加代理 添加代理的话 我们选择就是我们这个他的一个账号 就是我这个刚刚注册的一个账号 我们提交 好 提交了过后 我们在这里登录我们的账号 刚刚我们的账号的自己的一个账号密码 自己登一下 你刚刚自己的一个平台账号密码 登一下 我们点击 好 这样就是我们的一个代理 登录成功了 他自己这里可以继续获取一个推广的地址 以及这些下级会员管理这些都可以展示出来 好 这都是一个整体上的游戏 东西呢都还不错 这个都还可以 我们返回到我们的电脑版 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网站 整体上都还可以 这套非常的完美 后台也支持 后台也支持版本更新 如果有新版本 点击 添加更新就可以了 非常的方便 然后整体上管理的话都还可以 好 教程呢都在这里结束了 然后这次由我们144独家呃 圆码发布 然后大家如果是没有那个这个账号这个这个啊 全接口的一个账号密码的话可以联系我进行一个开通 然后不会搭建的朋友也可以联系我进行一个打他打免费搭建 不过来需要充值一万块钱的接口费 这个钱也不是我赚 也是NG官方进行一个收取 然后买他的十万分也才能正常进行用 好 教程呢都到这里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观看 嗯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144圆码网 呃 视频教程 讲解各种教程 好 会ー 订阅 词 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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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